各位聽眾早晨,歡迎大家收聽《幫我向早晨》這個節目 首先錄的時間是2019年的9月5號 首先錄的紐西蘭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早晨 還有我家產生 今天大家看題目都知道過了一天,其實就沒過一天的 但是都很多信息漏出來了 這個林鄭宣告了撤回之後 首先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昨晚11點多有個27歲的女子在粉嶺跳樓死了 之前一聽完林鄭說話就出街 就穿著黃背心大叫五大訴求決一不可永不放棄 大家不要放棄啊,類似這樣的說話就掉下來死了 永不放棄 他不是永不放棄 讓我看看,他真正的那句說話 我現在先錄一下,等一會 他只是說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就是那句啦 很不幸啦,他自己都是想不開 跳下來死了 他說 不是那個女人要叫她說 要口號,證明自己出去 那就死了 其實是社會的氛圍 令到人發瘋的 現在這個社會 低氣壓的社會氛圍 政治氛圍底下 造成有些人已經頂不住了 精神定法了 可能是壓力撞傷症候群 那些人所謂PTSD 有些人經過很嚴重驚恐的事情 譬如撞過車 見過一些暴力的事 會患抑鬱症等等 甚至發病 通常很多人在戰爭之後就會發作 這種令到他們有些人的精神壓力頂不住 而又發作 一見到林鄭和解 他們可能就很害怕 林鄭和解 我們會不會中圈套呢 可能又會記起第一個自殺死的那個人 是呀 即是那些人個個都在 要殉道 激起那些人的民憤 繼續打下去直到贏為止 所以 譬如說越戰的時候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有一齣電影叫做Apocalypse Now 抹世啟史錄的主角就是這樣 當不去打仗的時候就會瘀走發電 是 是很悲哀 那也是因為有很多人 很多政棍擺籠這些東西而成 那 折開上面 都說過了 中立模式 中立的聲音 就是需要的 所以麻煩 大家 覺得我們的節目說的東西是對的 還有最好的 中立是 中立你始終看東西的眼光 你是兩邊都看得到的 所以 是不會 因為 為什麼有些人喜歡玩極端 因為極端的人原本是少數 他為了 令到大家站在那邊 就擺攏很多人的情緒 令到 情緒太過豐富的時候 就會陷入一種 扭持一種恐懼 精神的壓力 是啊 所以有些人說喜歡念佛 拜佛 或者坐禪 就是令到人的精神舒緩出來 就是這樣 就是 是一種 不要給自己的情緒影響到 並且看穿這幫人 撥弄你精神的人 那幫人的伎倆 是可以看得穿 然後做出正確的決定 沒錯 應該怎麼做的決定 所以如果覺得我們這個節目是OK的 我們方向編輯部 就不凡share和like 還有我們的免費訂閱 訂閱那個按鈕其實就是免費的 所有Youtube都是免費訂閱的 覺得適合就訂閱 覺得不適合就取消訂閱 那就行了 就多謝大家收聽 那 說完些不開心的事 我們說回我們 必須要說冷靜 結對嘛 很多東西都要 那當然 是啊 是啊 說了昨晚 深黃和深藍各方的反應 由深黃到深藍各方的反應 那阿台仰你先說 深藍看完這件事之後 的反應是怎樣 如果說深藍的話 那 唉 一片 深藍的反應是OK的 反而 很多人都會說 唉 林鄭這個 捉大盆棋 唉 一定有其他預謀的 沒事 大家不要跟著 我以為他們很生氣很生氣 不會 你不撐 沒事 深黃都是這樣看的 就是說 我們不能放棄的 林鄭也是捉著一盆很奸詐的棋 目的分化 我們 也是這樣 五大歲 她不過是以退為進 她不過是以退為進 是為了 以劉細良 以劉細良 劉銳紹這些為代表 我剛剛聽完劉細良 這個人 就是老蕭他們為代表 老蕭是的 他們就說 林鄭在那個 講話那裡 竟然說她現在不能出街 不能做法 就好什麼 看一個這樣的人 怎麼可以信得過 而且你看她的枉跡 譬如說 歐嘉倫 有一個歐嘉倫的黃絲 是 她原本是記者 就說 你看她的枉跡 諸如此類 每個人都說 她又說 做那個什麼 就是林鄭就說 就會說 找一些專家來講話 你看她講的專家 研究 什麼委員會 那些全部都是玩東西的 信不過她 劣跡斑斑的 我們一定要繼續堅持 我們會贏的 我們會贏的 類似的說話 這幫人全部都是說類似的說話 不過我有件事要補充的 就是劉細良 在七月多的時候 匿名死了一篇 請聽一對年長夫苦的勸告 那些這樣的事情 我在我的頻道 不是 廣告先 家產生的頻道 那時候我已經提過 她是叫那些學生收手 現在就叫那些學生不要收手 這個人呢 叫那些學生交棒給她 跟中央講和 這個劉細良是很奸詐的 整天都是 自己又不出來 她有時候又飛去加拿大 從來都不會出來跟別人衝的人 就點其他人去衝 甚至乎點那些員工 亂寫東西 網上寫一些假的東西 那為什麼是黃梅仔 最喜歡做垃圾作文 漢圖作文 他們最喜歡 劉細良是 這個人很可惡的 她自己不衝 但是就不停地 撩人家衝 人家衝到這樣 又要收回 又要拿他們的成果 強度一樣 她用匿名嘗試試水溫 叫那幫人說 7月中 7月底的時候 就叫那幫人說 不如你給我們這幫人 跟中央有交手經驗的人 跟他們講和 現在自己走出來 就叫人家不要放棄 就直接用他們那種言語 就說 我們要用和理非的方法 然後去請求美國 立什麼香港人權法案 制裁港官 甚至要去德國領事館 要求默克爾 為我們發聲 搞到國際那裡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最心亡一役所說的 嗯 那台仰你講一下 比較沒有那麼深 淺藍那邊又怎麼說 淺藍反而是比較悲觀 這次 因為她覺得 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 聽到她撤回的時候 我看到有些淺藍的朋友 說我要 要退掉所有的參政府群組 以後只撐警察 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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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悲觀 反而是淺色的 另外有一件事發生了 是藍色的行動 有人是利肥佬黎的大宅 那個放汽油彈 剛剛說的 哪一批人真的不知道 哪一批人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呢 這件事呢 藍絲那邊 南方那邊 就肯定一下 他是自編自導自演的 是 我不知道 總之就是下面 所有人下面一句就是 記得報警 就這樣說 是啊 那就沒問題 是 有犯法就報警 是很正常的 另外可以說民建聯的反應 如果說一下淺藍的 淺藍民建聯的反應就是 是 我讀一讀 林鄭月發表說 宣布就撤回 撤回法例 因為我看那個 是 是那些獨立媒體報的 黃絲報來的 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晚上見記者 郭佩帆表示 收到市民的反應 稱對正式撤回感到憤怒 認為是對惡勢力低頭 稱撤回不是所有人的訴求 他擇有部分市民對條例有誤會 撤回是回應對政府不滿和有憂慮的市民 郭佩帆更炮轟另外四大訴求不合理 只撤回檢控顯然有違法治 呼籲市民應制止暴力和理性解決問題 郭佩帆落區時稱 落區時市民普遍問到香港為什麼搞成這樣 和怎麼收貨 又賣花棧花香稱 民建聯邀請專家研究香港深層之矛盾 並指政府的四項措施至少是向前走 就說李維琼說什麼 李維琼說落區時普遍市民都希望結束風波 以重新出發 形容林鄭月娥四項溝通的做法 是市民的共同所想 他認為建構、溝通、對話平台十分重要 平台正好能為家庭及社會復和 並且民怨是來自民生問題 小子清潔、衛生、漏水、深層之矛盾 包括土地、房屋等 呼籲幹局不應等待委員會成立後才展開工作 好,借勢就說民建聯在施政報告的建議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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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 他說千里之外恥於足下 OK,好 又承認三個月後才撤回是遲 呼籲示威者就不要再違法衝撞 就等市民回復正常 剩下那個張國軍都是撿人口水尾 同意林鄭月娥的說法 叫大家共同面對政政問題 不少市民對政府使用正式撤回 非常不滿 這樣說 就認為示威者是意圖威逼政府 到最後就是說這些暴力的人 只會這樣做 正式撤回並不是向暴力人士屈服 只是不想使用暴力的人先出善意 這些使用暴力的人只會合理化和正會黨化自己的行為 是 你聽完這樣說 都是林文建倫 老實說 林文建倫 大老爺 都是大老爺 他說話就沒什麼新意 其實 他有一點說得很重的 就是這個撤回並不是大部分人的心性 起碼我剛才說的 藍絲的人 反而是感到最憤怒的 感到被出賣 支持你政府這麼久 竟然現在一下子就退牌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林文建倫 他這樣說出來 明顯就是固定淺藍的人 至於深藍的人 一般都比較少 就是據我所知比較少 投給民建聯的 深藍又不是這麼多人 始終都 他們對於林鄭 仍然有一些希望 就是說深藍的 深藍幾少有希望的 就是支持中國 支持香港 什麼都支持 甚至說一國一制 是啊 是啊 我自己不是 我自己屬於淺 淺 中間淺黃 我對於民建聯這一次的看法 我覺得他們是很不忠 哈哈 就是一直以來 嘻嘻嘻做 都不幫忙 結果搞這麼嚴重的事情 你就批評我 哈哈 嘻嘻嘻 平時不幫忙 現在 現在我 是口不知所謂的 就是 我以一個對於政黨忠誠的來說 最妙呢 就說民主黨 民主黨 昨晚許劉山都說過 其實不用怎麼說 就是 那些人竟然 撿心黃的 口水尾 又是說 死了幾多人 死了 八個人死了 那些人都是全部自殺跳樓的 現在到第九個 加上粉嶺的女人是第九個 那我一千一百個人有事啊 等等 那 以老蕭為首 剛才我說過劉細良為首 就是說要用英國去 什麼什麼 用美國和什麼去逼 那另外 另外一件事最特別的 就是老蕭 就是我們是可以由老蕭這麼脈絡 看得出是怎樣的 就是一定要救那些年輕人 就是要逼林鄭特赦啦 下式獨立調查委員會啦 等等啦 老蕭就開足火力去打那些 藍色那幫人 就是陳怡 就是何志光那幫人 是啊 開足火力 就是說 又說警察打人又怎麼算啊 但是其實老蕭說話呢 永遠就是聽他最後一句就行了 他最後那句就是說 所以我們一定要救那些年輕人啊 講一大堆道理 我們一定要救那些年輕人啊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 但是都要搖說警察的 這麼說 這一句是他對這件事的評論最後 他只是戴頭盔而已 說到最後就 會拼人家不聽到最後 其實 都可以這麼說 但是其實他是走 劉西良想 走正面 劉西良想 Hijack 那幫心王 那老蕭就是想 其實就想講和啦 不用說 那我講講淺王啦 其實大家對於陶傑這個人 是怎麼看呢 算不算是淺王呢 那我就不知道 他屬於大媽灑啦 總之他竟然 說 他屬於大媽灑的喉舌 應該說 是啊 大媽灑的喉舌 其實根本上淺王都不太相信林鄭 因為傑怨太深了 但是我當 他即使說 我只是講他一點點 陶傑寫了很多東西 在政治 那 這不是 尊重法治與否的問題 而是事記至今 若起訴一千幾百人暴動罪 刑事毀壞罪 襲警罪 中火罪 工作四方範圍不檢 但是一個警察都不交出來 追究在政治上 你以為會平息風暴 是否因此又 交人 就好像當日交諸經緯那樣 交什麼呢 交黑社會 交警察 交人 就是傻的 我知道 那是否因此又搞到 引用基本法十八條或者緊急法令到暴力升級 即使 立調查委員會暫時難產 政府為表誠意和公正 不妨先易後難 先處理七二一元朗黑夜事件 此夜的民憤指數最高 可以先控告當日以藤條水喉通不蒙面穿白衣的黑漢 至少三十名暴動活 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罪 以略以抵消警方迅速 抓捕千名黑衣 黑衣 黑衣 年輕人暴徒的最大順差 畢竟美國對中國掀起貿易戰 也是理直氣壯指中國 輸入美國貨品給美國輸出多三倍 即是我不知道為何無來那叉 一樣做事先表誠意 甚至不足及當日元朗黑警 不是元朗警署的責任 他沒有說黑警 而且先使出警黑勾結的嫌疑 抓住重點先易後難讓市民 重新相信林鄭以公正和誠意出發 一步步走 以後則可考慮如何以改革監警會的方式 使之有獨立調查委員會之實 雙普選這個問題 可以在修例風暴初步 達成社會諒解共識之後 重新展開討論 即使以831為基礎 也可談論 831都認識了? OK 提名改革特首的選舉委員會 結構成份 以此為起點爭取中方信任 最後一句也是那句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一念地獄 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你自己認識了 否則也會反賣你 這個就是淺王的看法 其實深王那些又會說 陶傑這類人 他都是平台八大 人渣的 現在露出狐狸尾巴了 其他831都要 他文章寫 831都要 對 你看看他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了 最妙是民主黨 為什麼會站在深王那邊叫呢? 那就不用說了 都是那樣東西 選票 現在他們聲勢大 各方面都是選舉近了 和選舉近了 所以民建聯也是這樣做 沒多久我相信很多素人會出來 這班素人背後什麼人 大家又要想想 到時我們再量度一下 逐個逐個候選人分析 什麼人什麼事 好 今節就差不多了 最後補充 應該還會繼續下去的事情 因為美國那個民主人權法案都沒搞定 很多心黃 還沒搞定 好像一兩個星期現在倒數 應該好像不知這個星期還是下星期 我不太記得了 總之一兩個星期的事情 都不急的 美國事 很多人將他希望放在他那裡 希望他能夠制裁林鄭月娥 他們真的有時候覺得太天真了 我認為 始終美國人們怎麼決定 都不是這班黃絲所能左右的 對不對 是的 都是天有香港 還有 如果發現身邊的家人 是黃色的黃絲 那些瘋瘋癲癲癲癲 可能其實是 真的可能壓力創傷症後肝 是啊 勸一下他 看看醫生 勸一下他 即是不要冷漠地對他 給他一碗湯 不要罵他 不要罵他 要很有耐性聽他講話 其實你肯聽他講話就夠了 你不需要講任何話 你坐在他身邊聽他講話 即使你是深藍的話 我不講話 你有什麼想跟我講 我講 我不能夠贊同你 不過我願意聽你說話 很多時候一句半句就夠了 記住他們可能是受到精神創傷 家人是最重要的 不要為第三者這些無聊事 這件事是絕對不值得的 當你回首之後是很愚蠢的 很愚蠢的 原來最後是益了別人選議員 九萬八一個月 你說抵不抵 是絕對不抵的 好啦 這次時間差不多 好啦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